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贵为满清正皇旗后裔 无奈家族的没落为生计所迫 三岁的惠英红开始跟着母亲沿街乞讨 睡大街 眉学上过得很辛苦 湾在市早年香港的红灯区 很多参战的军人会到此休息 惠英红和妹妹就抱着口香糖 香烟等小杂货 找这些军人讨点钱 聪明的惠英红很快找到了抱大腿要钱的窍门 常常能在美国大兵的要到一块钱 有时还会有糖果 汽水这样的意外收获 七岁那年 他们在湾在街头 碰到一个穿着灰蓝色糖装的中年人 他说 这个女孩 以后有华人的地方都认识她 惠妈妈里都美丽 说 神经我们要饭的 这样的苦日子一直失去了十年 十年后 惠英红展开了 出落的水灵洞人 有一位美国汇血水兵天天买她的口香糖 再去越南打仗前一晚 这位水兵用粤语向她用说了一句 我爱你后 从此杳无音讯 人生有得就有失 有着不幸童年的惠英红比同龄孩子更成熟 也更能吃苦 二 十七岁的一天 惠英红被艺人叫住 问她要不要演戏 惠英红天资聪盈 她不想一辈子只做一个舞女 喝酒吸毒的过完一生 于是 她抓住了机会 参加了电影试镜 惠英红试镜的角色是《江南七怪》中的韩晓莹 她机灵又漂亮 结果 大导演张彻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浑身灵气的女孩子 力推她饰演《射雕英雄传》中的女二好梦念词 自此 一战成名 惠英红也被贴上了《打女》的标签 打戏中的她十分肯吃苦 一拳一脚全是真功夫 自那时起 惠英红成为少使当家花旦 开始和大导演合作 题材一武侠片为主 而惠英红第一次做女主角 也是有着偶然的成分 拍摄烂头何时 女主角拍摄一个武打镜头 因为剧情需要要被打 拍摄完后 该女演员觉得太痛了 忍受不了 便悄悄地走了 等到要拍戏 导演四处寻找 才得知女演员回家了 当时 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都猛圈了 女主角已经走了 这不惜要怎么接着拍 当女主角刺演后 导演刚好看到了在一旁跑龙套的惠英红 便将其拉过来 让她换衣服 也正是因为这一般 惠英红成为了该电影的女主角 对于这部电影 多年以后 惠英红也回忆地说 有一个镜头是被人打了四十多拳 刚开始 一个男演员冲过来打 打几拳后 我冲出去吐 吐完走回来再被打 如果换作其他人 不还是走了 但我不能走 因为如果不熬过这一关 我就没机会了 我只有成为明星 家里才能有好的生活 在武侠篇盛情的年代 惠英红也靠着这样的坚持 演艺圈大放异彩 虽然有了一定的名气和地位 但惠英红一直将自己放得很低 更是说 我没有中处红美 也不如张曼与倾城 为了能够在演艺圈闯出一番天地 惠英红只能不断地努力 在跌宕和痛苦中成长和蜕变 每次拍戏 惠英红都会受伤 大大小小的伤 身上有几十处 尤其是在拍摄《八宝骑兵》时 有一场戏要在十六楼一跃而下 那时候没有什么保护措施 身上只有一根小钢丝 为了安全 剧组找来了一位男提身 但这位提身演员在上楼后 立马就刺眼了 为此 惠英红只能亲自上阵 并叮嘱导演不要告诉自己的经纪人和家人 到了十六楼后 惠英红也硬着头皮上阵 虽然安全措施不是很完善 但却很负责 所幸 惠英红也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每当回忆当时的情景 惠英红都热泪盈眶 也许是艰辛 也许是疼痛 抑或是幸福 为什么会说幸福 或许是惠英红在这一次次的惊险中 坚强地挺了过来 1981年 惠英红主演的电影《长辈》上映 这部电影打破了香港电影史上的开化记录 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真的红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让他更加确信之一判断 邵氏新加坡总部寄了一封信 信上提到拍动作片 如果没有惠英红 就不要拍了 凭借电影 长辈获得第一届金像奖影后时 仅仅只有22岁 沿逸生涯一片光明 迄今为止 惠英红依然是唯一一个靠打女 角色拿到的金像奖影后 被赞为最美打女 拿奖那天 他懵懵懂懂 心想这奖杯是同的 也换不了几个钱 回家就扔到了床底下 三 惠英红的好运只维持了十年 好景不长 进入九十年代 武侠片导演相继离世 一时间轻慌不接 香港武侠市场日渐萧条 文艺片迅速崛起 原本一年可以拍八九部戏的他 最终沦落到了无人问津 无戏可拍的境地 想转型却受到各方阻碍 尤其是邵氏公司 他们担心精心打造出来的 打女形象不复存在 一直不为他提供文艺资源 短短数年 人到中年的惠英红早早过气 从女主跌落为万年女配 年轻观众 已没有几人认得她 从云端跌落的惠英红 一下子无法释怀 开始封闭自己 不再接戏 长期的压抑情绪 演绎事业数错 而开美容店 诱得和客户说 溜须拍马的场面话 让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甚至一度想要自然了结生命 44岁 惠英红患上抑郁症 写了遗书 吃了药准备自然 一天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她在给朋友打了一个电话后 拧开瓶盖 一口吃下30多片安眠药 企图自然 幸好被抢救回来 在床上躺了8小时后 醒过来说 真是后悔 我觉得自己这样 就是认输了多年后 她接受鲁豫有约采访说 曾经做过最错的事情 就是自然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她 明白了一个道理 既然上天不收我 不如积极地生存 于是她重振旗鼓 在好友的帮助下 开始了心理与药物治疗 并以新人姿态低调付出 灰英红看清现实 她要保持热度 要持续工作 她也会暂时妥协 经过肖雄 刘芳 公主嫁到 为贵妃 太极宗师 红仪 就这样 一步接一步 她慢慢把自己熬成了老戏骨 人人称她戏好 四 人生触底 只要坚持住 终会反弹 描嘴花 终演的配角 随着病情好转 她重新踏入演艺圈 时隔多年后 惠英红终于又再次等到 伯乐许安华 2001年 她参演了许安华丑拍 幽灵人间 其中松母的角色 找到了惠英红 她浑然天成的演技 让人眼前一亮 之后 刘伟强的《无见到二》 和陈可欣的《无侠》 相继找上门来 直到街道 心魔 理心理偏执的单身妈妈 才开始险山险水 凭借在电影《心魔》中 饰演一个对儿子 有极强控之欲的母亲 50岁的惠英红 一举夺得金像奖 金马奖双尿影后 这是她第二次 夺得金像奖影后 但这次 她不再是以打女 形象获得影后 该片更是横扫港台影坛 拿走了所有的奖项 站在领奖台上 她气不成声 其实拿了第一次后 我风光了七年 接着不知道为什么会跌到谷底 不怕丢人跟你们说 我真的试过 自己生命都放弃过 但是现在我很有信心 我知道我自己属于电影 属于演戏的 只要是好角色 我都会尽量做好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 七年之后 惠英红鞋 幸运是我 演一个老年剑网几乎痴呆的过气女歌星 第三次站到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位置上 今年她的新片 翠丝 让她获得了本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提名 和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 隐忍折服 惠英红用实力 诠释了什么叫涅槃重生 五 多年过去 在惠英红的心头 总有一个心结 此情还未开始 就已结束 去越南打仗的前一晚 美国水兵问她 I love you中文怎讲 她教她 我爱你 她深情地望着她的眼睛说 摸着我的头说 我也爱你 只是去了越南战场的美国水兵 再也没有回来 虽然惠英红这几年里 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对方 却始终无疾可寻 惠英红在寻人的当 也抱着最坏打算 可能是下越南第一天就给打死了 也不一定 惠英红在采访时 曾经还幻想过 我在四十岁时还在想 如果那个水兵回来找我 我一定会哭着问她 并要她再说一次 我爱你 如果她求婚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嫁给她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每个人到最后 都需要学会与自己相处 与世界和解 正如她所说的 我经历了二十岁的风华正茂 三十岁的落魄流离 五十岁再获成功 而对六十岁的我有自信 可以优雅老去 这是走经济路出来的 一个强大的女人